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天尼路阿贝多卡池的次日流水终于是出炉了 如视频所示,峰值流水介于肖宫复克池与甘雨新海复克池之间 如果把阿老师所占的那七分之一数据去掉 那肖宫复克池的峰值就约等于尼路池峰值 目前在中国排第三,日本排第四,韩国排第七,美国排第十 也就是说在原神玩家最多的地区,国家 本期的尼路池军委等顶且国服排行截至视频制作时 已经跌落抖音,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的流水数据就是尼路池的峰值流水 明天就会进入到快速下降期 说实话作为3.1周年庆版本的压轴角色 老黑感觉尼路的这个数据属实是有些偏低了 在新玩家不断入坑的前提下 却和之前的老角色肖宫打了个五五开属实是有些难顶 目前对于这位新须迷五娘在玩家间也是引发了大讨论 有老哥从剧情人设方面出发 觉得尼路表现实在是太平淡了 从PA展示到专属剧情简直是毫无亮点 甚至还没路人PC迪娜泽代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大 中配CV最近还深陷各种负面风波 导致不少老哥粉转黑 当初明明跟胡桃一样 人还在测试服就引得无数老哥疯狂 什么打死也要抽 夹血也要抽的言论 比比皆是某某巴甚至连夜把巴头 从胡桃火速叛变到尼路 没想到如今却如此惨淡 又老哥从游戏机制上分析 觉得老米现在对新角色的设计思路已经明显走偏了 明明是有着无限活力的新草系反应 却被人为的阉割成了两个分裂的体系 即旧体系冰火水新体系草水雷 可能是神里万叶等老角色太强的缘故 也可能老米单纯的就是为了增加科金点 从而导致虚弥的新角色避开老体系 虚弥的新体系避开老角色 最后避无可避只好走极端 弄这种单一buff到极致的特化反应角色 不少玩家担心 今天他老米出泥绽放尼路 明天会不会出敌燃烧迪西亚 后天会不会出海极化 艾尔海森 那到时所有的元素反应都没有意义了 大家按照官方设定乖乖抽拼图就好了 那玩家还有什么选择呢 要知道老黑也算是个 玩了好多年游戏的老游戏宅了 甚至当一个游戏 出现策划 教大家玩游戏的局面 那基本离凉凉也就不远了 就拿3.0版本出的这几个五星角色举例 根据目前的持有率来看 塞诺2.72% 提纳里4.61% 这两个加起来 还没个老角色 阿贝多的零头多 一半 也间接说明了 目前玩家与策划间的格力 感觉本期尼路的持有率也不会太高 那各位老哥 你们都抽到这位新 虚弥五娘梅 对她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 咱们有缘 下期再见 拜拜 来快收下吧 这是属于你我的故事 我会永远记得 在讨论�� gustado吗 感谢观看